多管齐下加强乡村教室队伍建设 教室队伍结构趋于科学河里 35岁以下的教师呢 目前占到43.4% 男教师的比例在接近40% 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的老师呢 达到了51.6% 中级以上职呈的呢 达到44.7% 那么来源渠道呢 更加多元 我们建立了特党计划 公开招聘定向培养 县管校聘 退休支教等多元培养补充 交流的机制 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呢 到乡村任教支教 每年呢 吸引约4.5万名公费示范生 到乡村任教